最有消息称,习近平把江泽民软禁在海南三亚,网上曾传出江在海南。 有别墅,Pierre d'Hurso AFP Getty Bim,Agees,中共两会召开前的敏感时刻,有消息称,习近平把江泽民软禁在海南三亚。 有分析人士认为,面临国际追责及党内反习声浪高。 长,习对老迈的江泽民继续施以狠手软禁,是极有可能,并认为江可,能在自家海南别墅内就地软禁。 看中国专栏作家郑中原十四日刊。 文说,他收到一个中共内部人士爆料,说江泽民现在被习近平软禁在海南三亚。 但相关消息没有进一步详述细节。 鉴于近段时间的中共时,局,加上网络曾传出江泽民在海南有别墅, 因此分析认为很可能将在住处被就地软禁。 目前正指中共政权陷入严峻内忧外患的敏感期, 对外,中共因隐瞒疫情面临多国追责索赔。 对内,国内疫情风险此其比。 福,经济压力空前, 而两会已定于5月下旬召开,中共权斗正通过各众留言在网络频频释放。 特别是自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落马后, 中南海政治气氛更加诡异。 各方人马纷纷透过网络放风、炒作,一场。 暗战在中南海外围展开,从红二代任志强发文批习被查, 再到红二代,陈平转发预期下台的公开信, 然后出现署名习远平的公开信站出。 来挺齐,署名邓嫖方的公开信则反齐, 真真假假,都与习下台语。 否有关,这些混水中到底是哪股势力参与? 有没有人在坐山观胡斗? 值得关注。 这些公开信有的指向习近平的公过是非, 甚至以邓嫖方的。 口吻,痛臣习当局倒行逆施, 断送改革开放大业。 有的则以习家人口, 吻合立场,替习辩解, 传达习的所谓苦衷以求理解, 四风蹊跷地公开。 信显示习近平处境危待, 新唐人合成, 与此同时, 还有消息说, 主, 立反对习近平的红二代 及前任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中共高官家属也, 都被特殊保护起来了。 而署名邓嫖方写给中共两会代表的公。 开信最后一条透露, 为了阻止老领导们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集。 提动意, 中央动用军警把一批老领导们和现任党政军大员都加以特。 书保护, 限制通讯, 限制行动自由, 限制客人到访。 信的结尾呼吁, 两会代表别为某个当权者负责, 不然将成千古罪人, 并希望他们私。 考核解答。 郑中原分析认为, 这封信是否邓嫖方写的还不能确定, 但外界不少观察家认为当中提及的所谓十五问, 条条一针见血, 福和政治事实。 分析说, 在中共战狼外交遭遇挫败, 疫情问责的国。 计压力显所未有的困局之下, 中共党内又有人逼宫, 习显然会先下手围墙, 收紧对党内大佬的管控, 以维稳政局, 这一步棋在所难免。 特别是针对政变集团的总后台江泽民, 曾庆红, 习更不可能掉以轻。 新, 郑中原分析认为, 习近平对老麦的江泽民继续施以狠手软禁, 是, 极有可能的。 试想, 当年同情六四, 颇得民心的赵紫阳, 竟然被江软禁到死, 如果习也这样对江, 这不是报应吗? 但江还面临被清算的下场, 因为时局还在发展, 无需对习抱有幻想, 中国变天自有定数。 两会日期确定, 习近平遭遇三大头疼问题。 新唐人合成, 事实上, 习近平上一任期反复打虎, 一度释放要动江泽民的信号。 香港前, 邵杂志总编刘达文2015年底受访时就曾称, 习近平对中央警卫局大换血, 清除了警卫局中的政敌亲信。 他举例说, 比如江泽民行同软禁, 因为拒之中央警卫局每个月都为江换警卫, 使江无法在短时间内收买那些警卫, 而江的警卫, 每天都要向警卫局汇报江的行踪动静。 无论大小事都需要报告。 刘达文说, 习近平还规定所有退休的中共, 老干部都不得私下见面, 聚会, 如要私下见面聚会, 一定要通过, 或得中央办公厅批准, 所以中共前领导人的私下聚会活动 已比较难。 但, 在习近平前五年执政, 即使拿下以周永康、徐才后, 郭伯雄为首的大小江派官员, 江泽民始终未被触动。 在此期间, 每当习面临党内权斗危机, 出现政变之类的事件时, 江泽民和江的军师曾庆红都会一道背。 提起, 外界普遍认为, 江曾一天不倒, 就是一面反习的旗帜。 而最, 禁中共国宝头子孙立军落马和司法部长傅政华谢旨, 以及传闻前政法, 尾书记孟建柱被抓, 北京和上海大批公安高层受牵连一起被带走, 还 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被免去北京常委职务等, 均被认为与孙立军反习, 搞政变有关。 有学者说, 孙立军后台直通江泽民, 民间都在转孙要四。 杀习, 中共全都已经白热化了。 有知情人士则称, 习近平的亲信,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红被任命特勤局人员, 就是习在清理孙立军的班。 此, 而孙被拿下, 虽然有很多解读, 但真正原因是近期盛传的倒习。 政变, 当中到底有多少是掺和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势力, 不得而知。 特别是高层当中江派的人马, 如中共政局常委韩正, 王卢宁现在看似, 事務大计计 事務大计刑 大计刑